Lio聊四季 天天的關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瑪莉莉對上施拉富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雙馬國對決 那施拉富的話算是主步兵 副馬的一個文明 雖然他的寶兵有貴族鐵琴 但是他的騎兵是沒有遊俠的 所以我的認定他是主步兵 那騎兵是副主攻的概念 那我會這樣覺得是因為我覺得他的騎兵不是最強 最強的還是他的工程器的部分 那工程器的減免實在太多了 造價非常便宜 步兵又有王者四孫 所以我覺得他打步兵加工程器是最強的組 那騎兵算是輔助的 那因為沒有遊俠的關係 那他打騎兵的話 基本上大部分的玩家會選擇他的貴族鐵琴 而不是選擇他的重裝騎兵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瑪麗 瑪麗這個文明打到帝王時代的話 有金冠可以讓騎兵加5 彪悍精神 那這個精神的話是可以讓他的駱駝 騎兵肉馬 全部都加5弓 那再加原本的2弓 總共加7弓 一般的文明的話是只有4弓 那他這邊是加到7弓 非常猛的 我想一下是7弓還是4弓 好像應該是7弓沒錯 應該是4攻擊力加5 好 那稍微再講其他能力 瑪麗的話他有那個飛刀手 那飛刀手的話是蠻counter步兵單位的 像劍有 所以如果這場如果斯拉夫打步兵的話 會非常劣勢 很容易就被瑪麗的飛刀手給counter 那再來其他的能力是 他的銀罐 瑪麗的銀罐是會自動TC放箭的 這個能力算是迫如通通 在大後期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點用 就是你家裡可以不用插城堡 直接TC插一大堆 自己又在那邊亂射箭 雖然傷害有點低啦 所以如果真的要防守的話 也是要在家裡插箭壇 插個城堡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吧 好 那瑪麗的地圖 看起來是比較 大概有60分吧 稍微及格 因為這邊算是好圍一點點 而且金礦區在後面 正面的話比較麻煩 因為是在高地處 然後 果樹的話會比較難守一點 那右邊的話 也是這樣子圍 比較好圍一點 但是也是要圍蠻大的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 偏 偏被動 這個圖有點偏被動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 你真的要防守的話 會很被動 所以瑪麗的話 我沒意外 會不會打很兇 看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通常圖越爛的 玩家的話 他們會覺得自己家難尾 就會先打兇一點 例如牽出棒棒啊 或者是小弓 先去爭取時間 然後讓家裡 原地行爛嘛 然後就可以去爭取時間 然後把自己家給圍起來 通常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斯拉夫 斯拉夫的話 是 金在前面 果樹在上面 他的圖的話 跟瑪麗比起來 是更好圍一點 而且圍的方式 也比較簡單一點 防守範圍方面來說的話 雖然這邊廣闊了一點 但是用TC連防的話 應該是問題不大的 這樣子圍起來 然後這邊再圍到底 但是圍的範圍是偏大 那就要看兩邊 會不會都打強攻的一個狀況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不會打奇兵 就是不會封建肉馬開 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但是如果以 Viper他們那個分段來說的話 肉馬先出去 騷擾的機率會更大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分段的玩家們 的選擇會是如何吧 這邊是選擇下了軍營 那先下了軍營的話 通常就是要打棒棒了 那這邊 瑪麗 是選擇了點下織布技術 那封建時代還沒有點 還沒有點 但是斯拉夫這邊已經點了 欸 喔 點了點了點了 OK 我想弱種那麼少 因為他已經排成排在這裡了 好 好 那封建時代一點下 時間大概只差了20秒左右 好 那軍營蓋好 那瑪麗 看起來也沒有要尾的意思 都是要先打一個強攻的概念 好 那斯拉夫選擇小圍一下 先把好圍的圍起來 相信這個村民會不會抓嗎 但是我織布 應該是沒問題 欸我差點把他鑽養 趕快跑出來 不然這個肉馬可能要被鑽養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棒棒會出幾隻呢 唉唷按到三隻棒棒 三棒棒馬力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去 升這個 裝甲步兵 三棒棒通常升裝甲步兵機率會高一點 那也要看對手 如果 斯拉夫這裡沒有第一時間出小弓的話 那通常就不會升級了 因為通常你一升級 這個 裝甲步兵的話 很容易就被這個 小弓給射光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 看到射箭場之後 就不會升級這個裝甲步兵 欸這個 居然還是硬升了 好 那這邊選的是 直接硬升 裝甲 上去 但是小弓已經在出了 黃金也在挖 好 那這邊要直接打算硬打嗎 但是這邊變裝甲威力很強 這裡會出了命喔 這個村民很危險 但是除了你出來了 裝甲已經變身好 這個村民拉總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好馬力確實打一個 超級兇的一個打法 那順便講一下 這個三棒棒轉裝甲 前置的一個打法 是一個黑跳塵的一個打法 但是現在阿拉伯很難悟 打黑跳塵通常會跳不上去喔 很容易跳喔 好所以 這個戰術我們就不講 因為這個不是主流戰術 我們不要再誤導其他觀眾 因為我影片 剛開播的時候 有人說你怎麼 都講棒棒的時候 都沒有講到黑跳塵這個戰術之類的 那我只是單純覺得 這個戰術現在來說 並不是主要的Meta 就不用太講 因為成功率也非常低喔 大概看了30場裡面 也只出現個一兩場 所以就沒必要去講這個 棒棒黑跳塵這件事情 現在這個成功率極低阿 這個Meta來說 還是有點難阿 現在這個Meta 黑跳塵太困難了 好來看一下這三隻 裝甲 做到了一點事情 有點稍微到 砍到一村 那就賺到了 那三棒棒砍一村有點賺 沒問題沒問題 好那這邊賺到了 但是你們看喔 他出了三棒棒嘛 然後 裝甲也按下去了 結果 這個時間點 完全點不像城堡時代阿 而且要圍的地方還很大 你看這個地方很難圍阿 到處都很難圍阿 所以這邊 能爭取到安全時間 並不多 但是史拉夫這邊 已經有小弓出來了 那 瑪莉這邊 就要非常小心 看要不要再補個射箭場 欸有補射箭場 那有補射箭場的話 那就沒什麼問題 家裡有兵可以防守 那還是要點下一級射 那 所以 贏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喔 當我沒有講的時候 並不是我不知道這個戰術 而是我覺得這個戰術並不適合現在的META 我覺得講出來反而會誤導觀眾 但是可能有些 觀眾就覺得說我全部都要講出來才對 我覺得有點奇怪 這個講出來好像意義不大 真的意義不大 好 那這邊確定 是用弓兵少爺做防守 那並沒有出更多的小弓了 那這邊小弓 不要按太多 那戰馬也是 那按太多的話 這個田就灑的比較慢喔 那城堡時代就越拖越久 但是由於 剛剛開頭講的 斯拉夫的地圖其實也沒有很好 所以兩邊都是打得蠻保守的 並沒有讓自己的弓兵出去 那這算是 封建時代跟天天時代 單挑注意的細節喔 那為什麼大家都會說 有些玩家會說 為什麼馬國他們都會出弓兵喔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META出弓兵 真的是萬劫 我自己玩波蘭也很喜歡玩弓兵開局 因為弓兵開局 你能打的東西 戰術轉兵之類的喔 都是蠻方便的 比較不會有那種 欸怎麼做 是你玩肉馬的話 你操縱性要太強 而且對手只要出戳戳 基本上你守住 欸一村 這邊燒到一村 有這個村嗎 但是弓兵的彈性就很好 你基本上可以有 比較大的操作空間 那騷擾的範圍也會更好騷擾到 好那瑪莉這邊看到小弓在左邊 那有打算要去解嗎 還是要來直接去前線騷擾呢 看起來是要去左邊抓了 好抓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點東西 好那順帶一提 所以斯拉夫的種田效率有10% 算是不錯的一個能力 他以肉的獲取來說的話 算是蠻快的 但是瑪莉這邊經濟來說還算不錯 他的經濟調配還可以 所以他這邊比較早上到這個城堡散 那為什麼斯拉夫會輸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拉太多村 你去蓋這個房子跟圍牆 那你只要圍的越大 那個城堡時代就上的越晚 但是你又不圍的話 那又很容易會有洞 有洞的話又很容易爆炸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算是 玩家們在封建時代要做取捨的問題 你要圍小的話就要用TC連防 那你要圍大的話 你就要捨棄進攻的一個時機點 因為如果你這時候圍得太大 然後去進攻 家裡又很容易BBQ 然後你進攻又打破東西 又被人家反打的話 那基本上這把就可以直接跳給你了 就可以直接下一把 好 那來看一下 瑪麗這邊決定升級奴兵 畢竟弓兵也出這麼多 這個奴兵比較好 但是要注意瑪麗有強奴 但是沒有三級色 所以到地龍時代出強奴的話 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有強奴的升級來說的話 應該還算是能打的 稍微能打一點點 好 那這邊有沒有 這就是我說的 為什麼不打馬的關係 如果這邊打騎士的話 我隨便拉個圍牆就守住了 但是弓兵的話 很難守 馬國打弓兵的話 一樣很難守 好 那這邊直接進去 對手也沒辦法圍 怨弓兵的話 不肯過來圍 好 直接進來 直接做騷擾 那這邊進去的話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圍太大 很容易就BBQ 原因就是很容易會打出洞來 很難去及死圍住 好 那奴兵走了進來 在家裡的村民到處瘋狂逃難中 趕快逃 後面開了一個TC 但是自己的奴兵走去敵人家裡 好 這邊又殺一村 四村 哇 瑪莉已經賺了四村 好 這邊也賺兩村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中 好 來看一下 這邊控金的話 受的傷蠻大的喔 但是後面還有一塊金 應該是還好 斯拉夫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這邊 瑪莉跟斯拉夫 兩邊都進去了 互相傷害 但是瑪莉家裡 還有一些女兵在家裡防守 那數量是16對以上11隻 那目前斯拉夫有個優勢在 而且她是在高地 那這邊的村民就沒有跑 沒有跑的話可能會死個一兩村 但是目前是倒一村的樣子 但到學兩邊都還沒有點下 那斯拉夫家裡選擇出頭死車 那斯拉夫出頭死車的話 我覺得相當不錯 因為她的造價非常便宜 奴炮頭車都有15%的減免 算是挺省的 好 奴炮過來射一下 稍微扣一下血 然後這邊用個閃增 反擊對手奴炮 完美解掉 好 那但是這邊奴兵只剩下11隻了 那還有12隻的奴兵 就去補了過來 那發現數量有點不太對了 趕快跑 好 這邊奴炮直接一個串燒 哇 直接秀掉頭車 好 這邊又在秀操作 哇 這邊這個奴兵架子連城 已經秀了很多東西了 哇 砸到 恩嘎 好 再來一台頭車 出來再繼續砸前線的工兵 那 敵人家裡的工兵已經撤得出來 沒有想要再繼續騷擾了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再敲到一個大碗的 來 能打得到嗎 好像有點困難 好 這工兵看到這裡有一村 沒點到 直接收村 好 頭車直接開頭 好 會怎麼投呢 唉唷 這個預判 唉唷 又預判 打一下 左邊再打一下 哎呀 全倒 哎呀 這個倒得好慘啊 好 那這個頭車殘血 趕快拉到村民來修一下 不然這個有點擺給有點尷尬 好 那奴兵在外面繼續繞 死一隻依舊還在抖個 看有沒有在偷挖野精 來偵查一下村民 可以解 但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我們快轉一下 這兩邊應該就是開農了 進攻方面應該到 告爾降落了 那看一下這邊 進來看到在挖石頭 但是這邊射了一下木牆 被注意了一下 所以並沒有抽到村民 像村民樹目前差距是48村 打了65村 那因為瑪莉這邊是強軍士的關係 雙射箭場 然後狂出這個奴兵的關係 所以TC還沒有蓋下 那屬於一個強打的一個節奏 那斯拉夫頭車還在出 唉唷 這邊有稍微預判TD版 但是只砸到了一邊 插身球 還有插邊球 好 那這邊插邊完了之後 瑪莉加利也出了頭車 這個頭車能砸到嗎 好 但是斯拉夫有在看 然後斯拉夫有更多的頭車出來了 你就算拆了五台頭車 我還有千千萬萬個頭車 我覺得這個乾淨 唉唷 砸到一下 其他殘血 還好是高地喔 不是高地就全倒了 好 直接往前 哇 腿到 再來一發 再腿 唉唷 哇 又再腿 再來一發 這個距離太近的話就投不到了 看來這邊操作局秀好秀滿 頭車追得出來想要來追擊斯拉夫的工兵 但這個頭車沒人再修 可能又要倒了 但村民也不敢修 村民都在逃難 好 頭一下 喔唷唷唷 躲掉了 哇 這個瑪莉的控兵還算不錯喔 現在差距越大了 目前差距已經差了一倍的村民術了 好 這邊殺十二村剩殺六村 殺敵術已經 村民術已經殺了一倍了 好 來看一下 頭車過來解煤解掉 反而是被瑪莉秀了一波 哇 但是瑪莉一直在前線控兵的代價喔 就是家裡也並沒有更多的TC 跟更多的農田來產村民 導致這邊村民瑪莉落後的非常嚴重 即使殺村民的數量金 是斯拉夫的一倍的數量啦 但是並沒有追上斯拉夫的村民術 這就是 為什麼我一直會強調 世衣帝國是一個經濟型遊戲的原因 並不是在 控兵其實是其次喔 最主要是經濟 經濟越好的話 你就算手術控輸了也沒關係喔 反正你經濟好了 然後兵還可以再造出來 繼續再繼續打 好像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 如果你控兵 一直在控兵的話 然後家裡經濟都不顧 那你可能就會一直 經濟差下去喔 然後就越來越落後對手 那到時候對手也不用控兵了 直接用經濟碾壓 把你淹死就好 這C帝國算是一個 很深奧的一個RTS遊戲喔 要顧一個方面 喔這個TD板 哎呀TD到了耶 哇 直接倒了五隻 好那斯拉夫家裡 野龍差不多了 開始在鑽住控兵了 地板開始踢起來 那什麼是踢地板喔 我稍微解釋一下 踢地板就是 直接預判對手的一個閃兵位置喔 然後直接按踢 然後攻擊那個地區喔 並不是直接攻擊對手的奴兵 而是預判他的奴兵會散開 然後去走到那個位置 然後再砸下這個頭側的石頭 好那這邊 斯拉夫出了兩隻騎士 想要來直接解這個奴兵 把奴炮出來 直接串燒 哇這個串燒血量控不快 很痛 串燒加上騎士 倒 哇 直接全倒 這個頭車踢得不錯 好這個TD板功效非常的不錯 直接把瑪麗的兵全打倒了 瑪麗只用了61吋 就上了帝王時代啊 哇那經濟很慘 他這樣上帝王的話 沒有打 沒有把這個城堡插在前線 插這個金礦區的話 可能會很傷喔 因為如果像這種樹帝王 城堡插在家裡 如果你要用巨頭推進的話 你前線沒有城堡 單純用巨頭出去插的話 很容易會被對方騎士解掉 但你現在前線也打錯的情況下 也確實不能到前線插城堡 因為如果你沒有兵 就到前線插城堡 很有可能被對方反扎 然後就變成道德堡 然後就可能就直接GG了 所以瑪麗應該也是有自己有意識到 自己分數失落1000多 看來是經濟上輸蠻多的 所以打來比較保守一點 雖然按了帝王時代 但城堡是蓋在家裡的 欸這個城堡蓋的有點意義不明 講時代的 這個完全沒有掃任何礦 連個田啊 經濟這邊什麼都沒有 要蓋也是蓋這個位置 有這個金礦就是在敵人家正前方 但這個位置反正是斯拉夫蓋下的 這個瑪麗的取捨有點 稍微有點問題 我覺得是有點問題 好 這邊頭車直接砸騎士 這邊這個路 這領養有點無辜啊 被這個頭車砸了一下 好 那這邊騎士直接硬追 但後面有城堡 欸這個城堡居然做到事了 好 那這邊騎士突然在發呆 這邊發呆原因喔 是因為 氣高手們喔 打這個騎兵 會有個習慣就是用那個 駐紮 就是按D 讓他不會自己主動去追擊敵人 比較不容易會把自己的騎兵送廣 好 那這邊直接來硬拆頭車 騎士 直接把駱駝砍爆 沒問題 好 那這邊瑪麗到地獄山的強奴點下了 那化學點了 但是由於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所以他的強奴的牆位只能到一段落了 但斯拉夫蓋在家裡自家門口蓋了一座城堡 先來守這個國面 好 門面的部分 好 那有一些騎士過來想要直接來救 但是這個強奴的傷害非常高 欸能砸到嗎 後面有很多的串燒 直接過來串 但這個串燒 所以射得非常不準 好 瑪麗在這邊開始秀操作 想要把對手斯拉夫的馬全部秀光 但能秀得完嗎 很困難 但是斯拉夫已經把自己的騎兵往後拉了 現在在用弓兵對奴兵 修一波操作 但修不太好 經濟有點慘 哇 這邊村民只有78村 村民數差了快50村啊 哇 128打78 這個經濟碾壓的有點明顯 好 那斯拉夫也點了帝王斯丹呢 點下了一級攻 主要還是以頭車為主要攻擊的方式 騎兵為輔助了 那這邊用一個強奴的射程 來抽掉這個頭車 應該是沒問題 好 那這個頭車擠掉 好 TC也守得住了 好 這邊正面看到城堡 沒辦法 沒有劇情投資機 經濟太慘 巨頭出息 他經濟真的太慘了啦 村民太少了 好 那城堡蓋下了這個TC的面前 好 騎士走了出來 想要直接硬砍嗎 應該不太行 這個連重裝都沒有升 帝王斯丹還沒有到 所以也不能升 所以這個騎兵現在出去送 是有點虧的喔 但是這邊是打算要補馬 馬就補這麼多 有可能是要打落馬 這邊清騎兵的升級也升完 這有可能是為 清騎兵為復攻 主要打 工程器喔 雖然我覺得最強的是 打 吉兵 然後王者四仇 然後加工程器的打法 然後再加上少量的 貴族鐵器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理想一點的 斯拉夫的玩法 因為畢竟斯拉夫的 這個工程器這種便宜喔 不出來不出 多出一點 康特攻兵也強 對不對 打對手的步兵也不虧 那如果他出奇兵的話 你的吉兵也可以戳爛對手 然後如果他出野獸工程器的話 那你貴族鐵器也可以上前去尻他 算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組合 但是這邊斯拉夫選擇點下重裝 跟三級馬凱 這也是可以喔 才剛出完 我覺得斯拉夫打貴族鐵器比較好 他就給我出重裝 也是可以啦 可以啦 不虧不虧 只要我覺得有出工程器我都覺得不虧 因為斯拉夫的核心就是工程器跟步兵 這兩個是最有 最核心的東西 好那這邊大洛瑪也升好了 大洛瑪升好了 結果會馬力直接抓包 那馬力這邊會點下金冠嗎 順帶一提 我剛剛前面有講錯 馬力這邊不是加4工 是2加 2加5 2加4才對 對是2加4 所以是7工 2加4 6工 不對喔 對阿 是加5工沒錯 標和精神 所以是加7工沒錯 我一直記錯 記成加4工 我記得標號精神應該是加5工沒錯 好 那這邊駱駝升級為重裝 首推車也點下了 銀罐羅斯堡壘 斯拉夫也點下了 那羅斯堡壘能力是可以讓自己的 城堡有一部分的石頭這邊改成木頭 那大概可以省下快要一半左右的石頭 大約省下了三層 三層還四層左右的石頭 還蠻省的 但相對的他用木頭去蓋這個城堡 那這邊直接硬蓋 騎兵往回來 要來救這邊的部隊進攻 那這邊駱駝直接解掉巨型投資機 牆弩在後面 而且城堡快蓋好了 那這邊直接選擇撤退沒有要強攻了 那巨型投資機出來 這一家城堡已經開始被投資 石頭了 哇 那斯拉夫目前還沒有點下戰道學 這邊這一波騎兵可能要送光 強武射的速度非常快 哇 把重裝全部射光啦 好下面就出一些肉麻 想要直接進去 但只是在送肉麻而已 那正面的話 還是用大量的強武武防守 在這路城堡可能會不妙喔 沒有村民出來修理 這邊點下三級 伐木三級農田 哇 斯拉夫打一個最經濟的那種 就是想農的打法 好 上面爆出了更多肉麻跟種裝騎士 但是正面應該是秒要救的意思 只拉了一村出來修城堡 好 大量的肉麻跟騎士想要上這個高地 但你上高地就被射掉一大堆的肉麻 那這個強弩的傷害 威射力還是蠻高的 好下面城堡繼續再出 那這邊直接捅掉了對手的重爆 但是有相當大的洛湖在這邊做一個防守 應該是守得下來 那強弩一樣再繼續想要前推 並沒有去往後救這一坨 好 騎兵 好 肉麻打這個騎兵的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雖然自己還沒點下這個飆悍精神 雖然用機有點低 但是以他本身的重裝肉麻加城堡的傷害 就可以完美解到斯拉夫的一個肉麻加騎士的一個組合傷害 那斯拉夫的肉真的是蠻多的 他可以讓自己的肉麻可以吃得非常非常開心 有這個10%加成再加上三級農田 哇這個肉量 庫存可以採很久 好這邊一個瘋狂問射 直接供兵進來 能打得住嗎 哇強弩傷害很高 把肉麻全部都收掉了 好騎兵再過來 但是家裡沒有任何的投石車 也沒有弩炮 只靠肉麻跟騎兵守得住 肉圖在強弩的進攻嗎 我覺得有點困難啊 好但是下面依舊也在輸出 但是沒有做任何的進攻了 這強弩還在輸出肉麻跟騎士還在送 好那這邊中型投石車已經要炸好了 中型投石車出來之後 這個強弩應該就解掉了 來看一下這個強弩 哇塞很高 還在射還在射 正面直接硬都嗎 不好吧 中型投石車快要研發好了 工程工程師也要好了 但是正面大量的肉麻 跟騎兵 沒辦法突破 弱土跟強弩的攻勢 哇馬力勢不可擋 但是家裡又被繞了一波騎兵進去 但是家裡有弱土在守 家裡趕快補下了一個城堡 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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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能守得住嗎 好守住駱駝進攻之後 只能升上強弩 家裡已經沒有漏馬了 遠距離守家裡 漏馬非常多 駱駝的話 還在家裡 並沒有出來 這邊想要用一些駱駝來進攻 但是這邊有相當大量的村民 已經跑到城堡裡了 哇這邊直接拖下GG 哇這個鐘頭一出來還就輸不了 直接投降 看起來他覺得自己經濟不行了 他的經濟太慘了 看他這個食物跟木頭量 真的是偏慘 斯拉夫的話也是 雖然斯拉夫好一點 但其實也好不懂哪裡去 這邊GG打得有點突然 可能是看到這個投車出來 然後直接投下去 他覺得他堵不掉了 然後家裡又有點被弄到 經濟有點爆炸的關係 所以才按下頭響 好吧 那彪悍精神也已經點下了 那攻擊是7加6 那點下的話就是7加7 確實是加5攻 那駱駝加7加7的話 傷害是蠻高的 攻擊率14 這打村民也是蠻高的傷害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兩邊的經濟吧 那應該是斯拉夫碾壓 斯拉夫連3級農3級目都點了 好 那確實斯拉夫經濟完全碾壓 分數輸了3萬分 好剛剛看起來是 瑪莉要贏了 但是其實斯拉夫 有點綽綽有餘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這了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